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让大家期待已久的珍珠系列合集终于来了 一直没有安排是觉得珍珠有那么一丝的老气 这是我个人觉得 不过这期我真的选到了 适合日常通勤 时尚风 日系风 简约风 显年轻 又有个性 又有气质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标签都可以用得上的珍珠选款 内容完全的干货 我会从珍珠的佩戴法则到种类 还有你的肤色和保养 全方面的总结出来了这期 款式大概有十几种 稍微多了一些 但是总会找到一款属于你的 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看到最后 第一款就是这个方形的九颗婴儿小珍珠 大家看可以非常小 它是一个方形的 像这种小珍珠选的时候 就非常的难 它是从内到外全部的珍珠层的高品珍珠 通勤 佩戴 精致 可爱 约朋友 用餐 黑色的小晚礼服 也可以用得上 像我今天穿的白色的衣服 也是很搭的 耳针它采用的是银针 所以不用担心你的肌肤会过敏 第二款偏大一些的耳环 这个耳环设计真的是超级喜欢 一见钟情 设计超级有品 单戴这个耳钉的时候也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把珠子呢 放在你的前面也可以 当然呢放在后面也可以 一款饰品三种戴法 配戴这种稍微大一点的环的时候呢 有一条法则非常关键 很多博主可能会告诉你 配搭环的时候 配衬衫或者是西装 很有气质 但是如果你想显年轻的话 配它穿卫衣 戴个小帽子 绝对显年轻 而且特别的出感觉 相信我 后面戴珠子的话 如果大家可能会不顺手的话 因为刚开始的话 我第一次也是有点不习惯 但是呢戴了几次之后 就找到了感觉 就觉得还是蛮好戴的 而且款式真的是很漂亮 休闲 通勤风 通勤的时候单戴一个就可以 全部都可以搞定 我始终相信好的珠子 虽然是昂贵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喜欢 世界上所有的珍珠的品种啊 99.9%都是养殖的 养殖的珍珠里面呢 它又分淡水和海水 那么海水珍珠呢 主要分下面几类 第一个就是来源于日本 世界上有名的阿古亚珍珠 我戴的这条项链 下面的珠子就是阿古亚珍珠 它的特点呢 就是圆度相对的较高 可以高达到正圆的标准 大家记住重点又来了啊 阿古亚珍珠的光泽 非常的亮 可以用手这样握住 哇 好像像一个小灯泡一样 一闪一闪的 这就是它的特点 非常的亮 我现在用影片啊 无法表达它的光泽度 真的是很漂亮一款 不过阿古亚珍珠呢 有一个小的特点 就是表皮呢 它通常会有微微的皱纹 和一些小的瑕疵 但是呢 不影响任何你世代的美观啊 如果有一些小瑕疵 那就说明你选对了 这就是阿古亚 因为它小嘛 所以在日本的职场啊 非常的受欢迎 这颗小珍珠它的妈妈 长得就是比较娇小的 所以呢 款式就会灵巧精致 日本人呢 也会花了很多的心思 来养殖这颗小珠子 连接下面的这个珠子啊 它仔细看 是一个蓝灰色的 这颗珠子 如果是在日本买的话 那应该是很贵很贵的啊 上面的这个小珠子呢 是淡水珠 两种混合设计 链子呢 整体采用18K玫瑰金 可调长短 这个的话非常的方便啊 我超级喜欢这种 有设计感的 你的毛衣 或者是T恤 像我这样 它都可以戴 看是不是 然后你还可以 把它调短一点 当一个锁骨链 就是这样的感觉 哇 真的很漂亮耶 我觉得一条链子 它可以多种造型的话 再配上这个玫瑰金 显肌肤很白 日系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 简约精致 不显老妾 再配上这款精致的耳钉 这些小东西超爱超爱啊 它也是玫瑰金18K的 然后和这个链子作为相应啊 然后但是它的形状是一个U型的 我们戴到耳环上 看是个U型的 可以把这小珠珠放前面 或者是把珍珠放在前面 真的因为小才可爱 还有就是小耳钉 X型 你可以迭代和一颗珍珠 戴在一起 像这种小耳钉呢 远看不明显 近看啊 你就有戴耳钉啊 哇 你的耳钉很美啊 就是有这种感觉啊 低调的精致 像一颗小珠子呢 这种呢 日系风用的非常的多 再配一个简约的项链 大家就这样搭 给人高级休闲的感觉 因为有了这颗珠子啊 单颗小珠子可以说是在日本人手一副吧 单带 叠搭 40岁 50岁 60岁 都可以用得上 偏大一些的 这个18K金的 是一个大的珠子啊 它大概有10到12毫米 像南太平洋 大西地的珠子啊 它的光泽就非常的美 颜色呢 这款有点偏粉 一颗珍珠呢 是年轻女性的特权 这要是尺寸啊 10毫米以上的 珍珠光泽度 会提亮你的脸庞的气质 增强成熟女性的魅力 使用场合呢 你可以在婚礼啊 或者是派对上啊 基本上的白色 粉红色 都是不失礼 庆祝节日的时候呢 日常用的话 就是我建议啊 一颗大珠子 有这种精致设计感的配件 混搭在一起 它意味着幸福 重叠 可以营造出 华丽的氛围 当然了 你所有的白色的衣服 都可以白搭 白T恤 白毛衣 白衬衣 衬托的你肌肤 超级的白 还显年轻 那么这一款 是淡水珍珠了 非常的有设计感啊 两颗小珠子 当然呢 你也可以一颗单带 也可以把这颗呢 吊在下面 它的光泽度 也就是说 透明度啊 一对比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 淡水还是海水 哪个好 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啊 就像你在问小孩 是喜欢爸爸 还是喜欢妈妈 所以呢 各有各的价位 各有各的特色 可以接受的话呢 一颗珠子 我觉得选好一点的 海水珍珠 有设计感的淡水珍珠 日常通勤用 就有个性 珍珠搭配法则来了 耳环 耳环选珍珠 项链尽量选简易的时尚款 否则真的是会显老气 很沉闷的感觉啊 硬币项链的大小呢 链子的粗细 还有重感 这款真的是太完美了 穿这种打底的衣服啊 或者是T恤啊 真的是超级百搭 两颗珠子 或者是三颗珠子的耳饰 我找了很久 终于遇到了 早上出门 如果你犹豫要带什么饰品的时候呢 选它们 从不后悔 如果你觉得金色迭代 会有强烈的存在感的话 可以选银色的饰品 像这耳钉就非常的有个性 它就可以单带一个也可以 或者是你把珠子套在上面也可以 这个弧度呢 就可以打造非常美的你脸部的轮廓 有一个点缀的作用 可以参加派对的时候呢 配上一条这样的链子 就会有很高大上的这种氛围感 日常带呢 可以选这种银色的 也是硬币款的啊 不是为什么我特别偏爱这种长款的项链 可能是显年轻 然后而且我休闲的衣服比较多 再有就是显脸小 尤其是夏天 T恤圆领 搭上像这种长款的项链啊 T恤看上去都贵了很多倍 我叫它小豆豆 真的超级的可爱 真的弧度呢 戴上去的话 就是往上面一抠就可以了 这种简单的款 超级超级百搭 迭代法则又来了 简约的耳饰可以配戴有设计感的项链 两条链子叠在一起的款式呢 对搭配没有自信的女生呢 可以选择这样的款式哦 那么珍珠的颜色和肤色的匹配呢 其实呢我们亚洲人啊 大部分人都是偏黄的肤色 白色的珠子和浅粉色的都可以 但是呢紫色的珠子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呢偏黄的肤色容易显得你肤色黑 像这种白色的珠子呢 它就会显你的肌肤很白 然后还有这种淡粉色的 会显你的气色更好 黑色的珍珠呢 会让你充满时尚感 关于保养的话 珍珠表面呢 它会有一个微小的气口 所以呢不要带珍珠时候 我们去做饭 蒸汽啊或者是油烟啊 渗入到你的珠子里啊 容易让你的珠子发黄 珍珠长在水里啊 但是它非常的怕水 所以你游泳啊洗澡啊 或者是做运动的时候呢 尽量都不要带 水分呢如果渗透到珠子里的话 会引起它的珠层一层一层的会脱离的 其次呢珠子它需要新鲜的空气 和我们人是一样的 不要密封啊 每隔数月都要拿出来佩戴一下 让它们有呼吸呼吸再呼吸的感觉 以免让这个珠子变黄变得无光泽 再也就是我们擦香水的时候要注意了 珍珠的主要成分呢 它是碳酸钙容易发生变异 还有就是曝晒 会影响珍珠的水分而减少光泽 饰品呢它就是很小 可能就是大家有看不清的朋友 可以参考在下面文字区 我会找出一些链接 还有申请了一些优惠 也是为了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频道的你们 根据你们的年龄场合穿搭 还有选择适合你的饰品 真的是很重要啊 康康考虑到款式的设计啊 还有搭配穿搭啊 然后让大家看起来更加的有气质 更年轻好看 好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またね